大家好,欢迎来到凡凡英美随手拍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我大概在英国三年以来 应该说特别特别想拍的一个视频 那正好呢 9月份的Monthly Chat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 Things I miss about USA 特别特别想念美国的Top 5 那这Top 5的话呢 是基于我的生活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 美国太大了 所以我相信在美国的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东部南部西部 北部生活的人 他这个生活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来说呢 虽然我有过美国非常 去过美国非常多的地方 但是对我来说 我个人主要的时间呢 还是生活在东部纽约 所以说呢 可能我有些地方呢 是不一定是 其他在美国其他地方生活的人的这个经历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特别特别想念美国的就是 Dine Out的频繁程度 以及在美国在外面吃饭的分量 是非常大的 那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出去吃饭 因为在美国吃饭或者是叫外卖 都特别特别便宜 而且分量相当大 非常想念 以前在纽约的时候 经常去East Village吃各种吃的 小吃 这个日本的韩国的意大利的 特别特别多 而且呢 经常在一些美式的一些餐厅里面 比如说像Apple Beer这种连锁的这种 它的分量都相当的大 而且从来没有吃完过 而且这个服务生呢 经常会主动的对你说 Do you need a doggy bag? 就你要不要打包在 所以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美国 对 所以通常你在外面吃一顿 你回来可以吃好几顿 真的 因为它分量特别大 Top 2 Weather 就是天气 我很想念美国的这个 纽约的四季都很分明 那对于在英国住久了 我觉得我倒不是特别想念 你觉得冬天是很冷的 这点我没有很想念 但是呢 夏天和冬天的差别还是相对来说是两个极端 那在英国生活时间常常会发现四季 说四季如春吧 倒是也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天气夏天的话 基本上有的时候你都会忘记是夏天 对因为它的夏天的温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夏天能够更像夏天一点 所以我时常跟在美国的版本说 我说我们这没有空调 他都非常难以想象说 夏天没有空调是怎样的生活 但是真的英国的空调很少见 比较少见了 对 所以说夏天还是能够热一点 我就会更开心了 Top 3 Breakfast American breakfast 非常非常喜欢 那我以前在美国待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是美式早餐和其他地方的早餐区别 那真的来了英国 我非常非常想念美式早餐 尤其是pancake 那英国也能吃到 英国也能吃到像bagel这些 但是这是not the same 不一样 抱歉 如果你听到后面有狗声 真的是因为我现在在中国 我的爸爸妈妈家 所以他这个小区就是真的比较很难去排除到这些后面的杂音 sorry 那这个 我记得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的室友常常给我做美式早餐 常常周日我们都会pancake 都是routine 非常非常想念 还有呢 纽约的话 经常呢 在路边会有这种bagel的这个 这种小吃的这个 怎么说 小车在那 然后很想念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上班的路上去 grab a bagel and a coffee 非常想念 No.4 就是 Halloween parties 英国也有Halloween 但是我认为 只有美国人 才可以把万圣节 玩得那么的 棒 玩得那么的开心 我非常非常想念 万圣节的时候 我都非常想念 美国 尤其是 这个万圣节的 就是从 装饰啦 从大家对于万圣节的那个精神 那种party的 万圣节的精神来说 我觉得美国人做到了极致 所以如果你在纽约 那你一定要去参加纽约下城区 就是从它那个 West Village出发的 这个万圣节 大游行 对 你参加了它 你的人生才完整 那 No.5 是 Sephora 我相信 在美国的人 应该不会 appreciate Sephora 就是 斯佛兰 对 这个一个 化妆品 连锁店 那真的来英国之后 我非常想念 其实 基本上美国的牌子 很多 80% 90% 的牌子 在英国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呢 就是不一样了 因为在英国的话呢 比如说 boots 或者是一些大商场 都可以买到各种 相对大一些的牌子 但是没有Sephora Sephora那样 你就走进去 你可以自己随便去试啊 对于像我这种 makeup junkie来说 我很喜欢这种自由度 就你进去以后 你随便去 对 随便去尝试 那么这边的话呢 你也 都买得到 但是呢 这些 boots 或者是商场 都会有专柜 那专柜的话 你会 你去 想去试的话呢 会有人非常 这个热情的过来 帮你试 那我倒觉得 其实都也没有太大差别 只不过呢 我觉得Sephora 有更多的 这种 自由度啦 还有比如说 我印象中 在纽约的时候 Sephora 它可以 你可以打电话去 订购 然后呢 你在电话里面 买完以后 它还可以送你家里来 所以这服务 简直是超级棒 我非常非常喜欢 Sephora 所以 我相信 如果下次再去美国的话 这应该是我常常 要光顾的地方 OK 今天呢 这个非常快速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这个top5 可以分享到一些 我的这个生活体验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呢 你看了这个视频 你要更加珍惜 你身边的资源 如果你是即将去美国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小分享 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小帮助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 by bwd6 优优独播